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位女士的生命线末端出现岛子纹路 而且又大又明显 说明中晚年有这种严重的疾病 甚至癌症的危险 住院非常长时间 因为岛纹的面积越大 说明住院的时间越长 十分的凶险 同时从感情性和智慧性来看也不太乐观 比较稳断 多开刹 说明整体运势都不利 无论是婚姻工作还是健康 都是问题多多 适合佩戴一些吉祥的这种饰品 来趋吉避凶 加强运势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是感情线末端出现三分叉 但是同时手向当中出现三角令奇纹 大的三角令奇纹 说明财运还是不错的 在感情线的末端有三条分叉 这个去怎么看呢 这个叫不叫凤尾文呢 严格来讲 这个不太像是凤尾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的感情线太平太直了 没有形成这种天文上翘的格局 我们说凤的尾巴 一定是翘翘的往上走 是吧 这个形象的比喻来讲 就是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古像书 讲的就是这个凤尾文的条件 这个三大分叉要大小 这个一样 长度一致 深浅也差不多 从这一点来看 是确实有这个特点 但是呢 它没有形成天文上翘的格局 所以说这个婚姻来讲 不是那么如意 我们看这个 这个导子纹路 出现在智慧线和感情线 都是说明什么呢 对婚姻有影响 同时呢 如果是出现在智慧线这附近呢 就容易出现精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 脑部特别容易疲劳 中指跟无名指下方 出现大的导子纹路 在这个心脏或者脑部方面的一些疾病 出现一些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导子纹路越大 就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同时在感情线这里 这个它对感情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对生命线伤害也是很大的 那个导子纹路是 这个 这个不好的不利符号当中的 这个典型代表 典型代表 导子纹路如果是出现在事业线 或者是 在中指根部的导子纹路形成 那么这种呢 运气欠佳 事业无成 导子纹路出现在感情线出现 这种 就容易在 另外一半的 运势上 出现这种 该爱的不爱 不应该爱的就爱了 就这种情况 错爱 容易受情伤 那么导子纹出现在 中指或无名指下方 表示啊 容易出现 小人 在感情当中啊 婚姻当中啊 容易突变 就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导子纹路啊 好了 内容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那么需要一些详细的解析 或者是一些图片呢 发图片呢 等等啊 可以关注这个 天洋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